Bang就可以了 然後我哥也算是跟那個 他們都算同一期出來 那只是我比較 比較心急一點 天職聰明 對 其實我今天才剛從新竹回來 也是去幫一個朋友看 看他們的那個 他的新房子 幫他做一些Range去做這樣 我想 我想比較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當時來的 喔對 我今天中午 我剛好碰到幾個外國人 他們聊起來 因為發現外國人他很好玩 我用英文跟他們介紹的風水 他們其實他們的態度 他們態度其實很好玩 他們會很有興趣的 可是他們是一種就是 他不會先去管這個科學 或是說這是迷信 他們不會就這樣想 他只會覺得說 這東西到底可以幫助我什麼 他們都是從這樣問 他們的發問都是這樣子的 然後 然後你就覺得說 他們是會覺得說 只要這個東西能幫到 我不care其他什麼東西 可是我要的是實際效果 他們其實就是很務實的 像這樣的態度 所以難怪在國外 他風水的課程 其實是接觸度會比在台灣高很多 那這也是我當初來學風水的一個態度 其實一開始來還蠻 蠻掙扎 我常常跟朋友笑說 我以前是宅民而變的 就是完全是沒有那個 可是後來真的是 因為老師的課程教 他真的讓你覺得說 就是我們就是用籌算的 籌算 就是籌算出來的東西 我們去做動作 而不是去聽說 人家講說黃色是什麼代材 或是進門四十五度講 像針對這些所有的東西 因為我現在在幫別人看 我看了五十幾個case 我有去查一下說 到底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 你會發現 比對發現原來有很多 其實是屬於我們古老的 老人家的一些忌諱 然後變成好像說風水上的不行的東西 可是有些是沒有什麼根據的 那你去上完 就是來跟老師上完課 你會發現很多東西是屬於科學的 很多是有根據的 那我現在在幫別人做風水的效果 傳回來其實有時候遠超於我的想像 因為其實我這樣幫人家做 我都會講得比較保守一點 說可能會是這樣或是怎麼樣 都會去 可是傳回來的效果 都是會非常好的 那有時候甚至會 我還要去試著把他們拉回來一下 因為我的態度是 我像我今天也是講說 I don't like people to take it too seriously 就是我不希望能不能對風水太過一去 最後被風水限制住了 因為我原先來學風水的 很簡單的用意就是 我要來改善我的生活 我要讓我想要的東西更容易得到 不是我的生活更棒 這才是我最原始的目的 我不是為了學了風水回去 我擔心受怕 所以我幫別人做 也是這樣的態度 所以抱著這樣的態度來 我覺得你們如果抱著正常的態度 來接觸這個風水 一定可以給你們 非常好的回饋跟報酬 這是我絕對相信的 然後 所以非常歡迎大家有機會來接觸 那如果有機會成為學長姐的話 我也非常樂意幫大家 做一些討論跟支持 好謝謝 謝謝 謝謝 好